成语是汉字文化圈特有的语言形式 存在于汉语中 它是一个固定短语 表达了一个固定的语音 常带有历史故事及哲学意义 成语大多数由四个汉字组成 在文言文中广泛使用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YouTube小谈 成语篇第四十五集 耳目以新 事已 形容所见所闻 都有一种新奇 清新的感觉 语本未书卷一六 道五七王列传 河南王耀 典元 未书卷一六 道五七王列传 河南王耀 见字少达 少有富丰 拨揽书传 沉重少言 欢和好事 百通之散其尝试 寻家冠军将军 守河南野 车驾南法 以见为平南将军 完 除左卫将军 除为征鲁将军 齐周四世 时隔变之时 百度为新 见上尊高祖之指 下采齐之旧风 鬼之灿燃 结合规矩 高祖揽其所上 接梅者久之 护卫士臣曰 诸周四世 皆能如此 扁风一俗 更有河南 下找包美 搬至天下 一如见所上 其人爱友 贤曰耳目更新 高祖崩后 和霸沙门归宿 弃其妻子 那一寡妇曹氏为妻 曹氏年齿一掌 携男女 五人随见之历程 干乱政事 何欲曹吉 五子七处寿呢 见皆顺其意 言无不曾 于是欲以会成 取寿郎吉 其人苦之 见至民大孙 典故说明 耳目一新 原作耳目更新 据魏书 卷一六 道五七王列传 河南王阳 记载 原见担任 齐周刺史时 正值朝廷 力行革新改变 初期 各种法治 才开始施行 原见遵循高祖的旨意 并肩采 其地旧有的习俗 使法则制度 规范轻重 且合于礼法 高祖欣赏 原见的做法 对身边的侍臣说 每周的刺史 都能像原见这么做 改变就风俗 有什么难的 于是下诏书 包扬赞美原见 并且将原见的做法 颁布天下 其地的人都爱谈论此事 都说所见所闻 都变得新奇 清新 后来 耳目一新 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 所见所闻 都有一种新奇 清新的感觉 如唐代白居易 修香山寺记中 与往来者 耳目一时而新聚 是说 也为重修香山寺 使得香山寺的景象 看起来耳目一新 用法说明 一 荒废已久的儿童乐园 经过整修后 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二 这位教授幽默 丰富的演讲内容 让所有的听众 耳目一新 三 这篇小说 不仅文字读来 令人耳目一新 内容也颇堪 令人玩味 四 初次来到纽约 看到万象之都的繁华景象 真有耳目一新 质感 五 这个旅游节目 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土 人情 及惊险的探险历程 使观众耳目一新 听诚与故事 习古人智慧 幽兔笑谈成语篇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